大家好,我是永谦 乘风破浪勇往之前聚焦现实深度思考 和您一起感悟生活的点点滴滴 面对茫茫的人海无奈的你 也许会问我是谁 面对高速发展的社会迷失的你 也许会问我是谁 面对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 烦恼的你也许会问我是谁 面对婚姻事业的无成痛苦的你 也许经常会问 我是谁 生相对容易 活也相对容易 但生活的确不容易 为了生活的幸福和精彩 就让我们今天共同关注 我是谁的话题 俗话说认识自己最困难 的确不假 但是有些人一生之中 都没有很好的认识自己 认清自己 这是很多人在思维的初始阶段 就已经输在了起跑线的起点上 生活中的高手无疑 不是先从认识自己 我是谁开始的 尽管很痛苦 有的时候很扎心 但他们更愿意去触碰自己心灵深处的东西 第一个问题 我是谁 弄清自己几斤几两 这个大家没有想过吧 很多的人在认清自己的这个问题上 从来没有思索过 你要是说别人怎么样 说的头头是道 可是要是说自己的对自己的一个认知的时候 他可能就压口无言 或者这些高手们 往往都是 先从解析自己 剖析自己 开始思维的 他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首先您在初始几段的思维 要从自己开始进行明思苦想 想什么 想你的出身 想你家的背景 想你父辈的力量 想想你现在的学历 想一下你的优缺点 想想你的身体状况 想想你家的贫穷 或者说 想想你的能力 你的态度 你自己对自己的一种情趣的把控力 就是从正审自己和审视自己开始 就是说 这些东西打个包 放在秤上 秤一秤 你就会认清 你的家庭和自己的真实的情况了 然后你就会生化出一种新的认知 那么这时候你就会思索 原来我的家庭啊 就是这样了 我不会成为王思聪第二 这种含着金汤石出生的富二代 怎么办 这就你面对的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古话总说 贫穷家的孩子早当家 就是因为他在生活的磨难和这个困苦中 更早的认清了自己的家款 和自己的将来的潜传 他在潜意识中明明的就想到了 只依靠父辈的力量 我是无法翻身的 那只有自己干什么 去闯 这个京东的刘强东 他是江苏数千人 我记得好像是来龙镇光明村的人 从小家境贫寒 然后考上大学以后 亲戚朋友 村里的很多的热心的人 帮助他凑了五百块钱 把这五百块钱封在内裤里 在大学期间就打联工兼职 开始思索自己的人生 慢慢探索创立行动 因为他已经认识到了自己 除了自己有一个人民大学的这个学历之外 其他的一无所有 要想拥有很好的生活 只有自己去干 别的没有任何出路 所以说这就是聪明人 或者说成功的人 他开始的思维的起点 已经认识了这个家庭 如果安逸现状 那可能就是贫穷一辈子 或者说就没有翻身值 有很多的人 就是说稀里糊涂的 自己的家旷 不去认真的分析 自己的爱好兴趣 特长能力 形态 情绪 这个几斤几两 从来不知道 就会生活中出现了很多的年轻人 高不成低不就 要有学历 没有那么很高的学历 艰苦的工作不愿意去干 好的工作找不到 对吧 脏肋差的技术活不愿意干 总想在一个起事业单位办公室 饮着茶指点江山 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的好的事情 所以说就陷入了这种郁闷痛苦之中 还有一些女孩子 生活中认为自己身材好 相貌好 学历高 家庭条件也不错 所以说我一定要按照一种标准 找到我未来的白马王子 可是他从来没有想到 你自己虽然很优秀 很好 这是事实 但是比你优秀 更好的人 还有的是 而这些人也没有着落 也没有嫁出去 没有认清自己的情况下 的一种盲目的等待 造成圣语越来越多 这个我们还回到原话题 所以说凡是高手 就是基本认清自己 基本认识自己 的思维的起点 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从这里出发的 但是很多人未必就能够想到 也就是说 你想到了 也就是未必 你能够像拿个手术刀一样 看看自己的优缺点 看看自己哪的能力不行 究竟能不能基本的认识自己 是吧 自己几经之俩 知道不知道 它生成一种很务实的认知观 很务实的一种工作 或者对事业的一种渴望的态度 而不是那种 心比天高 命比纸薄的那种想法 它会催生你的思想 这一个新的搞动 我不能这样活着 我要从改变我自己 从而改变这个家庭 改变自己的人生 改变将来自己的生活 要努力 而所有的努力 我只能是摆手起家 解剖自己 反省自己 开始 当然 这个过程 是很多人不愿意触及的 没有这种狠心 你是做不成的 我有多少个优点 我有多少个缺点 我现在状况是什么 我应该怎么办 是安逸现状 是等待 是这种痛苦和焦虑 还是走出去 努力的拼搏一把 要不也就这样 是吧 等着也是贫穷 还不如就去搏一把 因此上 高手 要在事业的开始之前 必须弄清楚 我是谁的问题 第二 我究竟是谁 弄分自己的定位和坐标 那么现在我们 看视频的朋友 您问过您自己 没有 我究竟是谁 这样的问题 我想 很多的人 都没有 至少说 没有认真的 研究过自己 或者说 一大部分人 都没有 想过这样的问题 所以说 就像导航一样 一定要找到 我们人生的一个定位 和坐标 就是 我这一辈子 解决了我是谁的问题 家庭就这样子了 也指望不上了 只有靠我自己去打拼 这就是对自己的二次剖析 对自己慢慢的认识 认清 博去那些 对认知中的一些浮沉 露出自己本来的真实的面目 你究竟要干什么 越早定位 越早成功 有的现在的小孩 是吧 有音乐天赋 人家几岁就开始培养了 有乒乓球天赋 人家三五岁就开始练了 找到这个 然后聚焦到这个坐标上 干什么 按照自己的定位 在瞄准这个坐标 不断的前行 不断的修正 不断的反省 我为什么说 不断的修正 不断的反省呢 前进的过程中发现 不对 这时候就要修正自己 就要不断的反省自己 究竟这个坐标 我定的这个定位是对还是不对 有时候选择很难 有时放弃更难 可能我当时的定位是错误的 马上修理 然后进行坚持 进行试错 人生的过程 就是不断的往前冲 试错的过程 谁也不知道 这条道就是光明之路 没有一个人 包括成功的人 他也是在坚持的情况下 不断修正自己 反省自己 然后再加一些运气 他就成功了 把这个梦想变成现实 以至达到最后认定了 这个就是我终生的目标 无论多苦多难 多么的艰辛 咬碎牙 也要坚持道理 弄出一个结果 一旦锁定了一个目标 很多的时候 就是医生的去追求 只不过是在中间 有可能的曲曲折折 有可能的是不如意 就是把自己认定的事情 看似很简单 反反复复的做下去 就是不简单 就是成功 我究竟是谁的问题 一定要弄清楚 就是说这辈子 通过解剖 认定自己 给自己找个定位 找个座票 中途掉队了 那你就成为赛场的失败者 坚持咬牙到最后了 就是成功者 第三个问题 我要成为谁的问题 大家想过没有 你看啊 我是谁 我究竟是谁 我要成为谁 作为要想干出点事 的人必须要问 问自己的三个问题 不要问别人 别人给不了你答案 每个人的情况 都是不一样的 我想成为谁 你在锁定你的目标 和定位以后 你就在每一个阶段 要找到一个标杆 我们俗称也叫榜牙 比如说自媒体 这些年 方行为案 大家都涌向了这个入口 都想在自媒体当中 可以成就一番自己的事 每个阶段 要给自己设立一个小目标 找一个标杆 比如说刚开始 你可能 你就找同类的 你给自己一个目标 是吧 不发量在零到五百 完成一个小目标 然后找下同类的视频 看看吸取精华 然后五百到一千 找一个同类视频 然后一千到两千 两千到五千 五千到一万 不同阶段 要找榜牙 一万 然后我再突破一万五 或者两万 这些榜牙做得好的 我要吸取它的精华 是吧 它讲的是什么内容 或者说 它是通过什么方式 进行拍摄的 你就是说 要解决 你想成为谁的问题 说我想 做一个企业家 那你就要 社会上 进行打拼了 你要知道 这个社会的人情冷暖 你要知道 社会的江湖 你要懂得 各种各样的关系 你最好先从销售 开始做起 通过做销售 了解市场 然后慢慢的 切入一个行业 玻璃的相关的生意 那我最好建议 你到操德旺的 福耀玻璃厂 去打工 对这个行业 有个了解 或者说 你就是 他现在在这个企业做 或者说 我想 想在做 玻璃的一些 比如说 上游或者下游的 一些产业 然后我想 从这个地方 进行切入 做自己的事业 我想成为 像曹德旺 这样的 企业家的 这种人 就是 你想成为 谁的问题 就是找榜牙的 一个过程 然后按照 榜牙的标杆 去努力的 向他靠近 要是一步一步走的 不可能一口吃个胖子 是吧 我明天想成为 吴京 我也来一个 战争三 不可能的 人的成功 都是不断的 去积累 去设定 都是一步一步 步的完成 这所有的步骤 都完成了 堆积下来 就是个金字塔 这个金字塔 上端就是你了 因为什么 底下的这些工程 你都做完了 这就是所谓的成功 其实上 不要把成功 想的那么复杂 只是说 脑壳没开 思想不开枪 脑洞没打开 没有想过 我是谁 我究竟是谁 我要成为谁的问题 把这三个问题 弄清楚了 我是谁 了解自己 我究竟是谁 找好这个定位 和坐标 我成为谁 找一个榜牙 努力践行 你想成功的时候 我觉得 要从这三个方面 入手 这个我字啊 很好写 也可以写成小写的我 也可以写成大写的我 但生活中 我是我自己最大的敌人 我是我自己不幸运的起因 我把这句话送给你 慢慢的想 细细的品 很有道理的 弄不清 我是谁 社会会把你 进行成 你是谁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